宣布排名这一刻 台湾披露一哥孙震高兴的都跳了起来 他征战奥运资格赛 在布达佩斯站以第十名 顺利抢下巴黎奥运门票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人 他也在IG上赛出这荣耀的一刻 形容着一路走来 像是云霄飞车一般 自己达成前无古人 可能也后无来者的记录 感受太奇幻了 而事实上上个月 他才带着脚伤比赛 必须吃止痛药才能上场 听进奥运可是经历重重关卡 霹雳舞是本届巴黎奥运新增项目 经过两年资格赛 全世界筛选男女选手各四十人 进入奥运资格赛 吴越先在上海站一较高下 赛制式选手两两上场 一对一PK 现场DJ随机给出音乐 选手必须在当下跳出贴合音乐 有独特的舞步 获得评审青睐 谁先赢下两回合就算胜出 六月前进布达佩斯 两战积分加起来 要争夺十个奥运资格赛名额 孙政一路的努力 终于得到回报 顺利踏上五环殿堂 也要让世界看见 台湾霹雳舞的满满能量 三选高冠选 科普选台北前部到